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读课文 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把自己认为最能表现罗丹工作时全神贯注的句子画下来 读一读 再联系实际说说对课文最后一句话的体会 通过文前的话 我们知道这篇课文呢 要介绍艺术家罗丹的故事 那罗丹是谁呢 在后边的资料袋中 我们看到有对罗丹的介绍 他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 我们大家都知道 思想者 那就是罗丹的作品 你看他的一些人物雕塑啊 形态生动 内涵丰富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他的创作对欧洲近代雕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罗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美是到处都有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他鼓励人们关注生活 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 这就是罗丹 那么他自己用独特的眼睛在观察社会 在发现美 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双手在塑造美 所以他的一个一个的作品都栩栩如生 有丰富的内涵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雕塑 怎样工作的呢 全神贯注这篇课文 就让我们对他的工作状态有了一个了解 那么这篇课文 我们把它做了这样一个梳理 帮助我们了解课文叙述的事情 我们看到 课文开始啊 讲的就是罗丹 邀请他的好朋友茨维格到家里做客 并且呢 参观工作室 进了工作室之后 罗丹呢 竟然发现了 一个女塑像需要修改 于是他就全神贯注的修改女塑像 把茨维格在旁边的事情都忘了 等他把女塑像修改好之后 静字出门 将茨维格关在工作室里 茨维格赶快呼叫 我还在这里呢 你不要锁门 罗丹才想起来 哎呦 这还关着一个人呢 茨维格出来之后 每每每想到这件事 他对这件事都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看到了 罗丹是怎样工作的 在他的艺术作品面前 他是以怎样的工作态度来对待他 让我们进入课文的第二个小段 看一看 你看 在工作室里面 茨维格呀 怕打扰他的工作 就悄悄的站在一边 我们再看看罗丹 他是怎么修改女像的呢 一会儿上前 一会儿后退 嘴里 几里咕噜的 好像在跟谁说悄悄话 忽然眼睛闪着异样的光 似乎在跟谁激烈的争吵 他把地板踩得吱吱响 手不停的挥动 大家看 罗丹在工作 在修改女像 上前后退 上前肯定是在修改 后退肯定是在端详 嘴里几里咕噜的 跟谁说悄悄话呀 自言自语 是不是在看着哪应该修改 又好像在跟女像说着话 我把你这儿改一改就更好了 再看 眼睛闪着异样的光 似乎在跟谁激烈的争吵 跟谁争吵啊 可能会在跟自己争吵吧 到底是改了好还是不改好 改了之后还没有原来好再把它改回去 也可能是在跟女像争吵 女像说 你不要把我这儿修改 罗丹说 必须要修改 修改了之后 更能把你的神采表现出来 你看 把地板踩得吱吱响 手不同的挥动 这挥动的手是在干什么呢 肯定是在修改着女像啊 她的工作全然忘掉了旁边还有一个观众呢 全身心的都投入在修改女像这件事情中 就这样 一刻钟半小时悄悄的在溜走 罗丹是越干越有劲 情绪是越来越激动 简直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甚至于整个世界对她来讲好像已经消失了 她完全沉醉在工作之中了 大约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才停下来 然后对着女像痴痴的微笑 轻轻的舒了口气 再把诗布披在雕像上 你看 她的微笑 她的舒气 是不是都心满意足了 对自己的修改很满意 才这样做 通过这一段的浪读 理解 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罗丹在全身贯注地工作着呀 如果以前我们对全身贯注这个词语还不太理解的话 读了罗丹工作的这一段 真的是明白 什么叫做全神贯注 把全身心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去 这件事对慈维格产生了很深很大的影响 他后来回忆说 那一天下午 我在罗丹工作室里学到的 比我多年在学校里学到的还要多 因为从那时起 我知道 人类的一切工作 如果值得去做 而且要做好 就应该全神贯注 看来慈维格对这件事的确有很深的感触 你看 那一天下午 比多年学的东西都多 在罗丹工作室里看到的 比在学校里学到的还要多 时间不一样 范围不一样 但是呢 他懂得的道理却更多 那就是一句话 做什么工作 要把它做好 就应该全神贯注 那今天咱们学习这篇课文 我们是不是从罗丹工作状态中 也感受到了 做事要全神贯注呢 要全身心的投入 让我的工作 无私的工作 为的就是把工作做得更好 当然了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没有说到具体的什么工作呢 你最大的工作就是提高学习成绩 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 就是要好好学习 好好的生活 健康的成长 那当然需要全神贯注了 好了 回到课文的生字词 我们再来读一读 像这里边的生字词 我们要把它读准 腰 腰请的腰 直 宜 姑 痴 所 读准去 好了 那这篇课文的学习就到这里